從小看著父母投入公益的 弘立發建設董事長楊亞廷 如今也希望能為社會儘年薄之力 透過台北市議員張思綱牽線 捐贈台北市政府一輛富康發事 讓更多有需要的民眾方便達成 大概半年前吧 那他們說想要去捐贈一些設施 讓我們的台北市的社福機構 能夠在接送 然後甚至在服務的方面能夠擴大範圍 那我就是寧機一動 我們的富康巴士很多都是年限比較老了 需要汰換 而且在申購的過程當中 富康巴士又比其他的 比如說捐血車來得更容易 所以很快的就能夠補助我們這個缺口 所以那時候建議亞廷 還有我們這個總裁呢 就用富康巴士捐贈的方式 馬上就可以用 所以我們後面的行動都很快 也謝謝我們市政府的一些協助 也謝謝市長今天的參加 我希望這份愛心 除了這一輛之外 我們再捐第二輛第三輛好不好 好 好 讓我們愛心傳遞下去 父母親禪說 行善的人最快樂 行善的人最富有 很榮幸在生日的這天 我可以跟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我的小朋友 一起來捐贈富康巴士 那未來亞廷號也會穿梭在台北市的各大街頭 那幫助有需要的人 那我也希望這個愛的循環可以延續下去 那在這邊謝謝大家的參與 在了解富康巴士使用上供不應求的狀況 促成了這次善的緣分 而我老婆也特地選在生日當天來捐贈富康巴士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人 讓台北更好 讓明天更好 台北市長蔣王安表示 北市目前有328輛小型富康巴士 平均每月服務約4萬5千趟次 藉由民間善心的捐贈是不會好好運用 目前我們總共有328輛富康巴士 每個月平均有4萬5千趟次 所以代表我們其實有非常大的需求 所以今天有這樣的捐贈 讓我們台北市許多的生長朋友 未來不管是就醫通行的需求 都能得到很大的協助 另外我也知道我們楊總裁 還有亞庭董事長以及陳總經理 一直以來同事公益 不只是剛剛談到的捐贈富康巴士 大型捐血車 同時舉辦各式各樣大小活動 捐血或是辦國小的繪畫比賽 甚至在去年聖誕節 我還知道 特別發起寫一封信給聖誕老公公 就是像芬蘭聖誕老人油桶的概念來發想 讓孩子們寫出自己的心聲 投到油桶 得到他們心目中 這個期待已久的禮物 我想這些都是 一點一滴在社會上累積這樣的愛心 我想這些都非常值得讓我們學習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欣佩 富康巴士 讓我們所有身心障礙的朋友都能夠利用這樣的發誓 好好的來移動 身體可能有一點點小小障礙 但是透過市府透過民間大家的力量 讓我們所有身心障礙的朋友都能夠更加的方便便利 所以真的感謝我們用最有意義的富康巴士來捐贈 因為亞庭 洪麗一發建設 亞庭 經過我本身十一月十幾號以前 我建立一部富康巴士給新北市 本來我到現在已經這是第五部的富康巴士 謝謝董事長 我是住在盧州 盧州區 就是長安在綜藝廟附近 我大概是市益三百年 在於我是農家子弟 有機會參與社會服務 我也在83年當國議員 在於服務上 謝謝 當國議員的服務 甚至我們社會一定要增加多一點服務 80年參與國際社會 參與美鳳區 我家裡剛好有三位總監 我本人 我太太 我的兒子 都是國際社會前總監 公益事業一定要做 兼七部大型的兼鞋車 我經常跟你說 如果有賺錢 要做一些選擇 所以我的家人都被我感動了 常常都想做善事 我當總監司 兼了兩台大台兼鞋車 兩台大台 我的先生當總監 兼兩台大台兼鞋車 我的兒子 我當1819總監 也兼了兩台大型兼鞋車 去年我們又兼了一台大型兼鞋車 我給我先生 還有又兼了康巴士 我的女兒八又兼了 她要去我選手 她抵抗我們 所以她告訴我 媽媽 我的選手可以來做個兼鞋車 抗巴士的兼鞋車 可以嗎 我說可以啊 這個很好啊 很有意義啊 我說你寄我幾天也寄我一下 這是很有意義的對不對 所以雅婷今天就開始要用了 希望我們台北市的 有少許的人都可以 市政府這裡腳踏地叫我們沒關係 可以讓大家用得很健康很快樂 另外蔣萬安也在媒體聯訪時提到 7月將推出婦女產前產後乘車補助 加碼公布三大亮點 我們推出好運專車 這不只是對現我去年的政見 也在我們的市政白皮書裡面 所以也非常謝謝 包括我們社會局 跨局出達共同的合作 包括衛生局、交通局、資訊局 以及富邦營等等 那我們這次好運專車推出來 有幾大亮點 第一 我們期間最長 也就是我們不只是從婦女懷孕開始 拿到了媽媽健康手冊之後 到生產以及產後六個月 年輕媽媽們都可以享受 這樣子優惠乘車的方案 那第二個 金額最高 也就是這一次我們對於每位婦女 一胎有八千元的乘車優惠 每一趟次最高兩百五十元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貼心完整的照顧 我們孕婦以及產後的年輕媽媽 第三個 也就是最方便 我們不只是可以綁台北通 同時我們在申辦的過程 產檢期間都可以提出申請 另外也並沒有綁定醫療產檢 也就是完全貼心照顧到婦女 不只從懷孕 他要產檢或是產後 他可能需要採買或是帶著孩子 嬰兒車等等 或遇到下雨天 騎之乘車在台北石都會去都很不方便的情形 我們提供這樣的一個好運專車的便利性 提供給婦女 那我想這個方案我們接下來 我們都已經編列在我們第一次的追加預算 也都會送到議會 也都會進行報告 那也都會透過議會來審查 我想這個部分也希望議會能夠給予支持 除了這輛雅廷號 爸爸楊燦皇曾擔任台北縣盧州鄉民代表 台北縣議員 過去也曾捐贈燦皇號及成功號 兩部大型捐血車 家族至今累計已捐贈七台大型捐血車 及多部富康巴士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最後是所想的 遊戲在咀嚴 他也看了